1月19号,东北师藩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郭兆斌在教室里通过在线视频的形式给学生们讲课。 为了防控疫情,以前坐在教室里听课的学生现在通过手机听讲,以确保安全。 当前,吉林省正面临着持续加大的疫情防控压力。 据吉林省卫生健康委1月19号通报,本次输入性疫情,吉林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3例。 为了让高三年级学生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备考,东北师藩大学附属中学于本月15号晚停课。 学校决定以线上授课的形式进行教学,与学生们一道备占高考。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随时随地上网课的准备。 我们所有学科都把这个学科的学案那么提前印制出来,包括我们的寒假的假期作业也都提前印制出来了。 当天为学生们讲课的郭兆兵认为,在教室里上课,学生们能够最大程度地融入课堂氛围,更有助于学习。 这次线上教学,他力争最大程度地还原平日的课堂场景。 针对于这个讲课的内容的不同,每节课大概留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和学生有一点谁要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发言,然后互相有一个交流。 尽量地做到和平时差不多吧。 教室里依然是学生们离开校园之前的样子,高考倒计时仍是离校那天的时间。 黑板上留下了高三年级学生们的期望,春天再见,金榜提名。 复童说,该校目前有86名教师参与线上授课,当天他和郭兆兵一样,也是为学生们直播讲课。 在线上教学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同老师可能选择了相对不同的方式, 其中使用手写板是一个方式,学校为使用手写板教学的老师还特意新购置了一批手写板。 复童表示,网课也有网课的优势,虽然不在校园,但师生们对学习效果都充满了信心, 只要集中精力学习,就一定能取得满意的成绩。 孩子们拥有了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时间,只要孩子们能够安下心来,去做该做的事, 网课反倒成为了他们积蓄力量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所以我们特别期待着,我们长春市,我们吉林省的孩子们都能够充分地利用好最后的138天的时间, 利用网课的独有的优势,进行好自我的锤利和锤炼。